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页的练习 我们来看右手边的 左手边的呢,之前我们已经是上个星期已经是完成了 有first,有second,有third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右手边的练习 它要你 Rearrange the letter to form words with the U and R sound 就是指它要你排它的字 它所给你的这边的字呢,是错误的 所以你要自己排过正确的给老师 所以第一题是戒指 我们称为戒指 所以请问戒指的英文是什么呢? Ring 对了,所以ring是什么开头的呢? R-I-N-G R什么呢? R-I-N-G 对了,R-I-N-G ring 来,请填写下去,第一题 第二题呢,这个是巴士 我们称为巴士 所以请问巴士的英文是什么呢? Bus Bus 对了,所以它是由B开头的 US 对了,B-U-S Bus 那么第三题呢,这个是那个小面包 小小粒的 我们称为小甜面包 它跟一片一片的面包呢,是不相同的 Bun 这个我们称为Bun 对了 所以Bun也是B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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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 第四题 它要指的是马路 马路 让车 让摩托 让罗里行走的马路 我们称为R-O-T 所以有谁知道R-O-T是怎么spell呢? R-O-A-D 对了 R-O-A-D R-O-T 马路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 第五题 第五题要指的是石头 大石头 大石头 我们称为R-O-K 对了 R-O-K 所以是什么开头呢? R-O-C-K 对了 R-O-C-K 文涵回答的正确是R-O-K R-O-C-K 那么你注意看第六题 它长得很像那个Cup 对不对? 小个的杯子 可是呢 这个呢 是大个的杯子 大杯子 a-N-U-K-K-E-C-K R-O-K-E-E-U-K 这个我们称为MOG แล set proposition 对了 мало 所以Mark是什么开头呢? M-U-G 对了 M-U-G Mark 它是大个的 然后呢,它跟cup的分别就是说 一个是小个,一个是大个 但是呢 它们都是有这个耳朵 让你握着的 那是被子是没有这样的呢? 被子是有啊 但是如果你讲的是玻璃被子 玻璃被子呢,它们 大多数都是没有这种握着的 那个是glass 那个是长这样的 你看我画在旁边给你看 它是长这样的 它只是这样子 它有耳朵的吗? 没有 它没有耳朵让你握着的 这个是glass ok 那么这边好了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下面一面 请翻后面一面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面 我们来看旁边的A部分 Unit 5 My happy family 所以它要你read then choose and write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位小女生 它在说什么呢? Hello, I am Wendy 它向大家说声 大家好,我是 Wendy I am a girl 我是一位女生 I am seven years old 我今年呢七岁 I have a father 我有一位爸爸 a mother 一位妈妈 a brother 一位哥哥 and a sister 还有一位姐姐 就是途中 坐在沙发上的 这四位 都是她的家庭成员 I love my family 我爱我的家人 ok 所以这个就是Wendy 的自我介绍 所以现在呢 来 小朋友 请自行回答下面的练习 跟着上面 这位小女生 自我介绍的这个格子呢 这个格子 来回答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来 现在请自行回答 之后老师再和你们讨论 两分钟的时间 圈 圈了之后 圈了之后呢 要将答案填写在线上 好的 好了 那安老师做好了 好 那么做好的同时呢 请你们自备你们的颜色笔 在这边呢 老师需要你们用颜色笔 所以请准备好你们的颜色笔 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除了白色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 她问你 Who is Wendy 谁呢 是Wendy 所以Wendy她给你的选择 She is a boy or girl 请问她是男的还是女生呢 女生 女生 我们在上面的第几句可以找到她是一位女生呢 你要看一看你上面的这一句 然后李姐文 第二句 第二句 对了 所以这时候拿出你的颜色笔 拿出你的颜色笔 画线 第二句 画线第二句 所以从第二句呢 她有说到 I am a girl 所以第一题 Who is Wendy She is a girl 所以答案呢 Girl要填写在线上 She is a girl 要跟着老师 看到吗 在这个格子这边 Wendy自我介绍的格子这边 你要画线第二句 然后呢 在旁边写 I 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 老师要用Color Pencil 啊 Do we 上面是要用Color Pencil画 老师画线在哪里 你有看荧幕吗 老师说了 画线上面的那个Wendy 自我介绍的第二句 宣语要专心上课哦 好 第二题 她问你 How old is Wendy 这边的how old呢 是指她多少岁 是6 years old 还是7 years old 7 years old 7 years old OK 你们讲7 years old吗 在上面的第几句可以找到 是7 years old呢 第三句 第三句 对了 第三句 Wendy有自我介绍说 I am 7 years old 所以拿出Color Pencil 画第三句 在旁边写 2 这个就是你的第二题的答案 所以在你的第二题 你只要圈7 7 years old 那么第3题 所以她问你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Wendy's family 在Wendy's family呢 总共有多少人呢 4 4 错 不是4 你们看好好 来全部大家看荧幕 然后注意听 图中我们看到 有一位哥哥 一位爸爸 一位妈妈 还有一位姐姐 这边就有4个人 4个 对不对 4个 4个 可是呢 Wendy也是属于这个Family的啊 那么你要不要算这个Wendy下去呢 你要不要讲Wendy算下去呢 要 要 所以你也是要讲Wendy算下去 所以4个人 她介绍的4个人 再加上她自己一个人 所以总共是有多少位呢 5位 所以是5才对 全部加起来是5 Wendy本身 也要包括在里面 所以是5 people 5位 第四题 她问你 Does Wendy love her family? 请问Wendy爱她的家人吗? YES还是NO? YES YES 在上面 这第几句 我们可以知道 她有说到 她很爱她的Family的 第六句 是第五句 唯唯 这边 画现起来 Wendy有说 I love my family 在这边要写4 所以她有没有爱她的家人 有 所以你要签YES 你要签YES OK 那么好了之后呢 来请自己 完成 右边 第一到第五题 同样的 她要你 Look at the picture Choose and write correctly 选正确的答案 然后呢 填写上去 你就要跟着 第一题 的图片 她想表达 的是什么 你就要选择 你的答案 来 老师给你们 5分钟的时间 来完成 C部分 5题 自己选择 自己圈了之后 自己填写出来 老师 怎么啦 要不要写在线的上面 要 圈了之后 要写在线上面 OK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感谢观看 老师快点出答案 不能快点啦 还有其他小朋友还没好啊 我们要等一等的 老师我不够忘记了 可以写 寫在下面吗 可以不然你就是写出来旁边 写在下面可以 好 我们稍微等多一个两分钟 让其他小朋友完成先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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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好乐 好,时间也到了 来,我们一起来看C的 第一题,我们来看图片呢 这位小男生呢,骑自行车 所以,my brother likes 第一个选择是to play football to play football的意思呢,就是踢足球 还是to ride his bicycle 在这边呢,这个ride呢,来请大家填写下去 ride是代表骑 骑自行车的骑 所以图片,我们看到图片呢,哥哥喜欢这什么事情? to play football 还是to ride his bicycle to ride his bicycle 对了,所以你们要 to ride his bicycle 然后填写在线上 去骑他的自行车 检查看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 所以,妹妹喜欢 读pain 还是读sing 读pain呢,这个pain 下去 就是指他喜欢画画 pain的意思是画画 sing 是什么呢? 看歌 对了,sing的意思是唱歌 所以根据图片来 my sister likes 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to paint 还是to sing to paint 对了,to paint 记得要填写他的怀疑是 是画画 第三题 my grandmother likes 我的外婆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选择 她给你的是 to water the plants 有没有看到这个water? 画一个箭头 在下面跟着老师这样子 这边的water呢 不是水的意思 这边的water呢 是浇花的浇 对了浇水 喜欢为植物浇水 还是to watch television 这边的watch呢 是观看 电视节目 来,请将怀疑事 先填写下去 我看这边的能量 就会发现 垂直达水 就会在这边 对了 下来 我看这边的 所以途中,外婆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Water the plants还是to watch television? Watch television 对了 所以答案是to watch television 圈起来 填写上去 如果真的是不够危险呢,你们就可以填写在下面 因为它的格子会比较小 好,第四题,来 哥哥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My brother,like to collect stamps 这一个collect,有看到这个collect吗? collect来填写下去是收集 收集 收集有票,还是是读read books read books呢,就是读书 所以你就要跟着 普遍,哥哥,这个爱好是什么呢? 收集邮票 对了,所以答案是to collect stamps collect的意思呢,是收集 你们要将华语意识都填写上去 那么地 五题 My father likes 我的爸爸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Do read storybooks 读故事书 还是Do read newspaper 阅读报纸 你就要看图片 图片爸爸手中拿着的是什么呢 newspaper 对了 newspaper 报纸 所以圈起来 Do read newspaper 填写在线上 newspaper 是连接在一起的 不是分开的 ok 所以你写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词而已 你不可以将那个news 跟paper分开 还化了吗 好吗 对吧 对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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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大家都写好了对不对 来检查遍你们的答案 那么好了之后呢 来请看另外一面 来请大家翻开这一页 大家都翻到了没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A的 Look at the picture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and spell the words 我们来看第一题 兔子在跳的这个动作 双脚跳 你看他的前面两只 后面两只都同个时间拿起来的 这个我们是称为hop 还是hip呢 hop 对了 是hop 圈这一个hop 填写在上面 他的意思是双脚 跳 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圈圈 三个圈圈 就是你要将他的词 分开 H O P hold 大家要跟着写华语义诗哦 雨洁 请问你有没有在写呢 Haley 雨洁有在写吗 第二题 这个是家里都会出现的 我们拿来 我们拿来mode那个地上的时候 以后这个是top还是mode呢 mode mode 对了 mode mode 编起来这个mode 我们称为拖把 所以mode 分开来写是mod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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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衣服很好 对了,妈妈在晒衣服的时候有没有 都会使用到这个夹子 所以请问这个夹子 是称为net还是peg呢? peg 对了,圈起来 peg 夹子 可以填写它的意识 在图片这一边 夹子 peg peg 那么第四题 这个请问这个是什么呢? 第四题是什么呢? gum 对了,gum是什么? 什么是gum? glu 我怀疑呢? 江湖 江湖 或者是我们称为浇水也可以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gum或者是glue呢? 就是如果老师分一张纸张的练习 交代你粘在那个练习书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gum 在这边呢? 你们学到的是gum 浇水 或者是江湖也可以 可以填写下去它的意识 浇水 你们的怀疑是一定要填写下去 老师已经有像怀疑是写在荧幕 图片那边让你们看了 所以你们要跟着写 那么这一题很简单 指的是盒子 所以请问盒子我们称为什么呢? box box 对了 所以称这个box 来分开他的字box 记得要将第三题的甲子 还有第四题的浇水的华语填写下来 请问大家有在写吗? 没有写的到时候你们交书回来 让老师批改的时候 会被惩罚抄写十次哦 所以 现在请将怀疑是填写下去 请问黑礼和杜宇杰去了哪里? 请专心上课 请专心上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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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了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旁边的 有没有看到 有一张图片 这个就是一本书的封面 所以书的封面还记得 每一本书的封面呢 都一定会有题目 这一本书的书名 就是Mickey Mouse and Ae Elephant 指的是指这一只老鼠和这只大象 然后除了有书名呢 还会有这些图片 有没有看到 图片 还会有这些图片 然后 在书本的封面 故事书的封面 会有告诉你 这些图片 是由谁画的 除了告诉你 由谁画的 他还会告诉你 这一本书 是由谁 写出来的 就是之前老师告诉你的 一个是插画家 一个是作者 还记得吗 三个星期老师教关于书本的封面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 我们来看第一题 what is the title of the book title 这个title 请问title是什么意思呢 Mickey Mouse and Aggie Elephant title的意思呢 我们填写上去 是书名 这一本书的名字 书名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这个封面 来 请问书名 是什么呢 就是 Mickey Mouse and Aggie Elephant 对了 就是一开始 来请拿出你们的 color pencil 挂虎起来 就是这一个 Mickey Mouse and Aggie Elephant 挂虎这一句 这个就是这本故事书的书名 所以你只要根据它的书名呢 来圈 你的答案 或者是画线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是Mickey Mouse and Aggie Elephant 那么第二题 他问你 who i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请问什么是 请问什么是 auter auter呢 在那之前老师有解释过了 他就是一位作者 写着一本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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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称为作者 请问作者是谁呢 是他所说的 illustrated by Shen Chan 还是Diana Leung 哪一个才是关于作者 Diana Leung 对了 是Diana Leung 不是Shen Chan Shen Chan呢 他有说明是illustrated illustrated呢 是插画画图片的 所以illustrated的下面 Diana Leung 这个名字 才是作者的名字 所以请画线 Diana Leung 那么第三题 Who is the illustrator of the book 请问这一本书的illustrator 还记得这个illustrator吗 之前老师说过了 他 是专门画那些图画的 我们称为插画家 在故事书当中 他是画图画的 插画家 所以你就要看 你的封面 他有说到 illustrated 有谁画呢 Shen Chan 有没有看到这个 Shen Chan 所以请画线 他的答案 好 第四题 What are the animals What are the animals shone on the cover Cover 就是我们所说的封面 整个故事书 的外皮 封面 所以他问你 What are the animals 你在封面呢 你看到什么 动物呢 来 请拿出你的 Color Pencil 劝给我 有什么动物 Micky Mouth 不是Micky Mouth 你要劝这只老鼠 除了劝老鼠 你还要劝大象 有老鼠 有大象 还有什么呢 对了 对了 有这三只动物 所以 描写 有一只老鼠 一只老鼠 叫什么呢 one mouse 我们是要用 a mouse a mouse 都好 一只大象 elephant 对了 不过呢 我们在elephant的前面 我们要放a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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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phant 和 一只鱼 和叫什么呢 在英文 a and an 一只鱼 就是 鹅 鱼 叫什么呢 在英文 图中的这一只鱼 是 fish 对了 放句号 所以写出来 有一只老鼠 a mouse 都好 一只大象 an elephant and a fish 和一只鱼 来 请检查看你们的答案 是否正确呢 老师我对了 好 好 大象 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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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好了 那么来请看另外一面 老师还没有写好 还没写好 第几题呢 第四题对不对 用钢 来老师等你 加油 看到吗 还没写好的小朋友看到吗 老师放大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 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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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了没 写好了 写好了 还有谁还没好 我还没 你还没 我好了 我要开始讲解另外一面了 写好了 看得 Videos 写好 要看得更清楚 写好了 写好 还有谁还没好 全部都好了对不对 好来请看后面一面 请翻开这一面 请大家翻开这一页 好我们来看A的 Fill in the blank with C OK 你要根据他给你的词 给你的选择有C 或者是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 猫 Cat 所以是CAT 还是KAT CAT 对了 CAT CAT 来自己填写上去 CAT CAT 第二题 它要指的是小孩 我们除了称为Children 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KID 对了 是KID 所以 是KID 对了 KID KID 来请 这样他的怀疑是填写在这个小男孩的旁边 小孩 是谁的麦开这呢 麻烦请Mute你的麦 第三题 我们开锁头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物品来解开那个锁头 所以请问这个物品是称为什么呢 KID KID 对了 K-E-Y-K Yes correct K-E-Y-K 第四题 相信你们大家都很爱吃的 请问这是什么呢 K 蛋糕 对了 所以蛋糕是什么开头 C K-A-K-E-K K-E-K 那么第五题呢 就是国王 在童话故事里面呢 好像白雪公主啊 顺美人啊 这些都会有说到他们的爸爸 父亲是一位国王 所以国王我们称为什么呢 K-N-K-E-K-E-K K-E-K-I-N-G 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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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那么都写好了 来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第一题 a cat还是account 图中这一只动物 请问是account还是account 对了 Chain account Chain account 然后呢 a cat第二题 看他的第二题 a cat还是account 同样的我们要Chain account account with a cat 还是cat呢 你就看他头顶 带着的是cat 对了 c-a-b cat account with a cat 接下来 又再是同样的 a cat还是account account对不对 对 account with a cat 还是cat呢 cat 对了 又再要全这个cat in the 哪里 球场 这个球场 打球的位置 是cantin还是court 对了 圈这个court 写在上面 它的意思呢 是球场 那是cantin是不是食堂 对 cantin是食堂 这个是球场 我们称为court 看得清楚吗 你们的球场 看不清楚的话 来老师写大个在左边 你们将它填写在court 上面有空白的位置 就可以填写了 那第二题呢 请问这一位小男生 这一位小男生 a king还是a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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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a key 还是kick 你就要看 这个用来解锁这个锁头的 刚才我们有学到的这个钥匙 我们是称为什么呢 kid kid k e y kid 对了 圈这个kid 那么第二句同样 a king 还是a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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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has a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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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看他手上拿着的 这是一个风筝 kid 风筝 我们称为kid 对了 同样的 the king 还是 the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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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厨房里睡觉 检查看自己所劝的 正确还是不正确 正确 好 那么好了之后呢 请准备好你们的Color Pencil 来我们坐旁边的 要使用到Color Pencil 所以我们要根据上面这一个便条 然后呢我们要将这个物品的名字写出来 还有就是它的颜色 所以我们来看Liching 他写给Suchia 他告诉他 Please bring a green leaf 请问这边 他要他带什么颜色的叶子呢 青色 青色 所以来 请拿出你的青色颜色笔 青色 身青 眼签 都可以 圈这个Green Leaf 看到上面的句子吗 拿出青色的颜色笔 圣青浅青都可以 然后圈了之后呢 再用你的颜色笔 还不要拿回铅笔哦 拿出青色的颜色笔 在第一题 这个叶子 这个图片的下面 用青色的颜色笔 写里 然后它的颜色 所以你去看一看 你手上拿的这一支 是什么颜色呢 你手上拿着的颜色笔 是什么颜色呢 小朋友 所以在颜色的位置 用你的青色颜色笔 写green 用青色来写 用青色来写green 写好了我 老师我也写好了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借下去读 a red flower 所以这时候它的花 是要你准备什么颜色呢 a red flower a red color 所以red是什么颜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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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可以拿粉红色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请拿出你的红色 颜色笔 圈 a red flower 然后记录 然后记录 让你的红色颜色笔 写上它的颜色 red red 可靠 好的 好 都写好了吗 那么我们就借下去读 a red flower的后面 是什么呢 a blue ribbon 对了 a blue ribbon 所以拿出蓝色 深蓝 浅蓝都可以 圈起来 a blue ribbon 拿出蓝色的颜色笔 圈 a blue ribbon 所以请问 ribbon是第几题呢 第五题 第五题 对了 所以拿出你的蓝色颜色笔 在第五题的位置 这边填写ribbon 然后 同样用你的蓝色颜色笔 在ribbon的旁边 写上 blue 等下才写了 那么蓝色完了之后 来接下来他要求的这个crayon 是什么颜色呢 是什么颜色呢 黄色 黄色 对了 拿出你的黄色 圈起来 圈起来 第二题 所以你们要在第二题这边拿出黄色填写crayon 然后在crayon的旁边 再使用黄色颜色笔来写yellow ok 那么crayon完了之后呢 他还叫他准备 and a sheet of 怎样的paper 请问他的paper 他要求什么颜色呢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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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拿出你的黑色 黑色 黑色 来圈这个black paper 黑色 所以paper呢 是纸张 就是最后一题 我们剩最后一题 没有填写到的 就是第三题 所以在第三题 的空间上 写上paper 用你的黑色颜色笔 写paper 的同时 在旁边 同样的使用黑色颜色笔 来填写black 嗯 词音乐 词曲 老师要先来采吗 不需要采 我们用color写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们要采 你们可以等一下自己再采 你们如果要采 那个叶子是青色 crayon是黄色 也是可以 不过就等一下才采 ok 那么现在呢 请问大家写完了吗 写完了 还有谁 请问还有谁还没写完 老师还没写完 好 Cita还没有是不是 ok好我等你 那么其他小朋友已经好了 你们可以自己来先坐旁这一面 自己看这个unipart 我等你 要没有batchery了 没有batchery啊 你就要教你的妈咪或者是爹地帮你charge了 已经写好的小朋友呢 来请自行坐这一面先 unipart 我到我外国家 来 写好了吗 ok then you have to be faster 怎么你刚才没有跟着老师写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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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嗎? 我先來一張 去那邊 去吧 你先來一張 來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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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a好了吗 我好了 好了,OK好 全部请看 另外一面 来,先请自己完成 这一面的练习 尝试完成 那么多一下呢 老师才和你们讨论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A的 What are the things in my classroom? 我的课是有什么呢? Fill in the missing letter 所以第一题 这个是大张的桌子 所以请问 大张的桌子 我们称为什么呢? Pable 请问怎么spell? T-A-B-L-E T-A-B-L-E 第二题 这个是我们拿来 画线的 一把尺 所以请问尺的英文称为 Ruler Ruler 怎么spell呢? R-U-L-E-R 第三题 第三题 就是现在你手中握着的铅笔 我们用它来写字 对了 Pencil P-E-N-C-I-L-E-R-E-S P-E-N-C-I-L Pencil 第四题 就是现在你们坐着的铅笔 C-H-A-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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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爸爸妈妈帮你们charge 你跟老师说 我也救不到你 没有人在家 所以现在我们来直接看 B部分 我按老师没有人在家 没有人在家的话 如果真的是没有电了 你就先下线 那么此一点 剩下后面的练习呢 你就需要来看video了 OK 子余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 B Look at the pictures 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for each picture and spell the words 所以第一题指的是床 所以你注意看你的下面 图片的下面 有rock 有bait 有tan 有hand 有sack 跟有back 有这六个选择让你选 所以请问第一题 我们睡觉的床 称为什么呢 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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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B-E-L吗 B-E-L B-E-D B-E-T-B-E-L 然后将下面的选择 sang掉 是我们所睡觉的床 晚上的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 第二题这个指的呢 来在这个箭头的旁边写上背 他要指的就是我们的背部 摸摸你自己的背 我们的背后 所以背后我们称为什么呢 back 对了这边的back呢不是回去 这边的back是称为我们的背 所以对我们的背后 可是你看他给你三个萝卜 可是他有四个字了 是因为当你在写的时候 ba你的ck呢 他是连在一起的 ck写在一个萝卜里面 那么第三题这个是马带 我们称为马带 马带可以让我们拿来装米 拿来装bootato 或者是拿来装那个onion 通常都是以chocolate color的 然后他的表面呢都是粗粗的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马带吗 有没有 来 请稍微等一等 老师找马带的图片让你们看 在国文呢 这个我们称为guni 那么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带呢 有时候妈妈去那个找货店买东西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长这样子的巧克力色的 它的表面都是粗粗的 所以马带的英文 我们称为 我们称为 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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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 ck share一个robot 大家有没有看到马带的图片 有 有 那么第四题 十 所以十我们称为什么呢 耗码十 十的英文我们称为 ten 对了 所以自己看下面ten 然后呢 一个robot写一个字 是ten ten 代表石的意思 第五题 我们刚才有没有 刚才是不是已经有学过了 石头 请问石头称为什么呢 rock rock 那么你注意看你的rock 有四个英文字幕 可是它给你三个萝卜而已 是因为当你写的时候ro 你的ck 是写在一起的 rock 是rock 那么最后一题 这个呢 它想要说 这是一只 母鸡 我们不可以说是鸡根 鸡根呢 是母鸡跟公鸡 现在只是单单告诉你 这是一只母鸡 所以母鸡 本身自己有自己的称呼 就是 henhen 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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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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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写好了吗? 写好了 自己检查看自己的A部分和B部分 自己检查A部分和B部分的答案 是否有没有完成? 我要完成 好 那么写好了之后呢 旁边的这个练习 我们就留下个星期 我们才一起做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堂就上到这边为止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拜拜